NASA 名單 NASA 名單 大家好,為各位介紹下面一張商品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 安科的 Force S-MAX 後碟 直上的一個卡鉗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這車型是Force 安科有對於 Force跟S-MAX 車型在提升後面的自動性上面 有專門製作了一顆卡鉗 那這顆卡鉗是採用四活塞的設定 那基本上我們大家有經驗的車友都知道 其實要提升活塞 更正提升煞車最快的方式 其實就是更換卡鉗 因為卡鉗的活塞數量決定了你的 煞車的力道 巴斯卡原理之下相同的 擠壓相同的條件之下 它一樣會做夾起的動作 當你的活塞越多接觸面積越大之後 當然你的煞車就會有所提升 這是最快的一個方式 而不是去先換什麼金屬油管啊什麼之類的 那除非你沿用原廠的方式 最簡單的就是換更好的煞車皮 那不然最簡單的一個方式就是 增加活塞的卡鉗以及接觸面積加大 那最快方式就是換卡鉗 然後這顆呢是針對於FORCE跟S-MAX專用 這是原廠的排骨 它是針對於原廠排骨 原廠的鎖點下去直接做 你不需要使用這個卡鉗轉接做 去裝像大螃蟹 那最多人專用的我當然知道是 GREMBLE的大螃蟹 那但是我們國產的就是有國產的這個品牌的一個好處跟優勢在就是 它可以針對我們國內流行的車種 立刻的去專門對應車種製造它專用的一個卡鉗 那事實上卡鉗製造以安科來說已經是蠻成熟的 因為它畢竟之前還是有代工的許多的國內的一個大品牌 從摩托到汽車都有 那像鎖點方面對應碟盤的大小 這顆是對應原廠碟盤的尺寸完全直上 那眼尖的朋友可以發現 它連原廠油管的角度都是直上對應 它不需要去更換油管 那這一點我給予蠻不錯的一個正面的一個評價 因為畢竟更換油管是要花費不少金錢的 那所以當你在對自動性的提升 以及如果總幫有更換的情況之下 甚至你沿用了原廠的總幫 那最快的方式以及最省錢的方式就是直接換卡鉗 提升活塞的數量我們剛剛上面有說到 然後這是一個最快最快的一個方式 那更省錢的方式就是我們不需要卡鉗做 那我們也不需要更換油管直接上 那這是四活塞卡鉗 對於卡鉗的接觸面積以及自動性上面 絕對有正面的一個效果 絕對有正面的一個效果 那你不需要去換碟盤 它就是直接上對應原廠碟盤的一個尺寸 直接安裝就可以了 然後呢 外觀上呢 也有基礎的一個三個顏色可以讓你選 黑色銀色跟硬陽灰三種顏色 那目前各位所看到黑色是最多的車友選擇的一個顏色 因為畢竟黑色紅色是最白搭的東西 可能就是萬年不敗的顏色 那希望幫我們可以參考看看 然後獲到麥克商戶機的精品 來做一個選購 我們順道一提 我們看到它現在附的煞車皮也是相當不錯的 外觀上看起來應該也是屬於金屬燒結的一個煞車皮 那煞車皮的方面都不用擔心 它這個基本上全部都有製造 喜歡幫我們可以參考看看 或到麥克商戶機的精品來做一個選購 謝謝大家